爱整形的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了 整形手术呢不小心整坏 这医疗保险可是不予理赔的 业者说如果因为爱漂亮动手术 包括像是龙乳龙鼻等等 是属于非必要性的医疗支出 都不在保险给付范围里头 也只能够自行负责 牛腰摆屯整线美好姿态 艺人礼密热爱整形 出道以来不但割过双眼皮 胸部还动过三次刀 铁水淡细胶和最新流行的 遗址风胸法他都试过 鼻子和下巴也打了违禁词 但风险可不小 手术后眼睛长出肉瘤 甚至发炎红肿 风胸后乳房也好几次长出硬快 明明有保险医疗 但保险公司却不理赔 去做手术的时候都还蛮害怕的 因为我有听说过 全身麻醉有人死掉 然后有的人因为发炎什么的 就是还蛮多意外的 医疗险他没有保 就是整形这方面的手术 所以其实我想说保险也没有用 原来医疗保险当中的整形手术 理赔分为两种发生意外造成或是先天疾病 属于必要性整形 保险公司会赔偿 但如果因为爱漂亮割双眼皮 融入失败 属于个人行为 则不理赔 而且它本身的功能就是要保障风险发生时候 所产生的一些医药费用 可是你自己自愿去做的整形 它并不是有风险而产生的 它是你自己想要变漂亮 医疗保险性向多 但如果不好好搞清楚 整形失败时只能摸摸鼻子 自行负责 中文字幕志愿者 张杨黄 我家里台北采访报道